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3日 今天我想录一个视频,扫描一下俄乌战场控制线上的情况 每天做一个跟踪,这样咱们可以及时发现像19母、红利曼这种突发的战场移动 今天在哈尔科夫的正北方向,乌军击退了俄罗斯的进攻 并且在这个方向俄罗斯也进行了一些炮击 当然我认为这种进攻也是一种骚扰式的进攻 乌军的战场感知应该还是不错 如果俄军有大规模的行动,提前应该有所感觉 在库比昂斯克方向,乌军有一定的进展,已经完全占领市区 并且向东南方向进行了推进 他的正北方向的有一个小城,乌军也是过河,占领了一部分市区 但这个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而且这一部分 所占的面积似乎扩大的并不是特别大 南部呢,乌军从19母出发的已经是占领了弘利曼方向了 因此这个伯洛瓦相对他有可能面临着三倍被围的情况 我们还日后观察这个伯洛瓦的这种状态 据说在伯洛瓦的正东方向有俄罗斯的机动兵团 在弘利曼方向的这个昨日已经说过,乌军完全占领 并且呢他实际上还占领了他这个东边的这个小镇子 西威尔斯克,并且呢他的控制范围呢大约是压到了这个顿念茨克周的这个周界啊 就这虚线这个位置 俄军可能是退的,俄军可能是退向了克里米安娜 西威尔斯克也有说有一部分退到利西,向利西昌斯克方向退啊 这个比较远了很难证实 在这个西威尔斯克前线俄军进行了炮击 在他的东南方向的俄军进行了进攻 在索雷达尔的方向的俄军也进行了进攻 波帕斯纳亚的正西,巴克木特的正东俄军也进行了进攻 在斯维特洛达尔西克方向俄军也进行进攻 我把这几个方向说一下呢 主要就是说俄军是对这个巴克木特进行向心的进攻 原来在这个方向实际上这个俄军对巴克木特南部也进行了一些包抄 但是最近呢就是没有太新的消息 因为在库尔九米,库尔九米夫卡曾经有过战斗 但是现在没有进步的消息了 在控制线上呢 这个俄军进行了这个炮击 他在这个匹斯基方向呢是发起了一些进攻 下面沿着这个控制线啊往南 他进行了一些炮击 这是在这个顿涅茨克州这个大致的方向 在这个顿涅茨克州到扎波罗热这一线啊 这个控制线上就是靠南部了 俄军进行了炮击 但这个人每日都有炮击 而且这个最近的炮击密度相对比较大 给人的感觉是俄军的弹药呢 在这个方向还是比较充足的啊 后勤能跟得上 在卡霍夫卡水库附近的这个 这个控制线上呢 这个俄军啊也是进行了一些 进行了一些炮击 在这个水库拐弯的地方 这个乌军啊有所反击 他占领了他占领占领了两个村子 并且呢有这个有这个消息说呢 他有进一进一步啊 扩大这个占领区的范围啊 这个双方控制线呢 是沿着这个这个赫尔松州这个线下来的啊 但是斯尼夫古瑞夫卡 这个还在俄军控制线 乌军打击了赫尔松这个东北方向的一个小城 并且呢也打击了这个斯卡多夫斯克 斯卡多夫斯克呢曾经被多次打击啊 在这个位置曾经啊 首先出现了哈姆打击这个雷达的消息 这就是双方啊在整个控制线上的状况 有消息传说这个乌军可能下一步会袭击 马里乌波尔但是目前没有看到 相关的这种报道 也就是说没有从这个方向 乌军有所进攻 好今天的状况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视频